65比63 比赛还剩3.2秒时 赛黑队无奈之下又将杜峰送上了罚球线 但也正是杜峰摧毁了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 现在中国的是罚球 进了 这一分太关键了 现在是66比63 这样逼迫 我们先来看看如果这一分再罚中 杜峰得到11分 五罚四中 石头三中 两罚全中 现在是67比63 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现在对方只有远投0.几秒钟 球头中了 但是比赛已经结束了 最终中国队以67比66 一分险胜赛还对 八年后又一次在奥运赛场上进入前霸 尽管中国队后来不敌净旅立陶宛队止步八强 但是中国南篮用他们的汗水换来的这场胜利 依然是球迷们对2004年那个夏天最快乐的记忆 到了2006年的日本南篮世锦赛 姚明作为中国南篮的核心 在比赛中的作用愈发明显 在小组赛倒数第二场对阵非洲禁旅赛内加尔队的比赛中 他用自己精湛的球技和激情的怒吼激起了全队的斗志和信心 同队友们一起赢得了一场必须拿下的比赛 在2006年的日本南篮世锦赛上 中国南篮在前三场小组赛中一场未赢 在对阵赛内加尔队的比赛之前已经没有退路 他们只有赢下剩下的两场对阵赛内加尔队和斯洛文尼亚队的比赛 才有可能小组出现挺进16强 虽然赛内加尔队被公认是中国队所在的地主最弱的球队 但他们的队员快速灵活 运动能力强 并且大部分球员都在美国的大学生联赛打球 尤其是5号佩内和9号恩多耶 他们的弹跳和投篮命中率都非常高 比赛一开始 中国队主教练尤纳斯就派上了一剑联 姚明领先的内线组合 王志志则被血藏 而在外线 刘伟 朱芳 宇 杜峰的组合 也是当时中国队中最强的 比赛一开始 中国队就连续出现失误 而赛内加尔队则通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突破能力 打出了一波6比1的得分高潮 对 它又是一次快攻的高潮 对 等于是你拔进了地方吹着你打 但是姚明和刘伟这两位原上海队的队友 很快就通过配合玩意颜色 中国队在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 开始通过姚明在内线寻找机会 好球 这是王志志拉到高位 直接一个高地位配合 对 对 再次打三下 又是给姚明 好球 再打再重 因为中国的有绝对高度 赛内的二有绝对的弹跳 姚明抢下一个前场篮板 好球 在通过这次2加1得到三分后 中国队开场后的前十分都是姚明创造的 面对姚明强大的攻击力 赛内加尔队不得已较子暂停 暂停过后 为了让姚明恢复体力 中国队的外线球员开始发挥作用 大致拿球 好球 大致一个中投 大致假动作之后再给刘伟 舔篮好球 打得非常坚决 我们看三队加尔队又准备是换人 对方又是一个三分球 外线的防守还是要跟上 对 这个距离比较远 看对方的5号 虽然王世鹏一度通过三分球帮助中国队将比分反超 但是赛内加尔队还是通过5号配内的连续三分球 将第一节的比分定格在27比24 还是应该更尖略一点 这边是刘伟 直接的突破把球打中 他今天第一节的进攻很坚决 对 但对方利用中国队退防不及时 阵脚未稳又打进一个 中国队在第二节开始后再次陷入了失误怪圈 赛内加尔队则趁势将分差拉大到8分 中国队无奈之下叫了暂停 暂停后 姚明被换下场休息 中国队派上了易建联和王志志的双塔组合 此时姚明已经被中国队贡献了15分 大致脚步移动非常的漂亮 这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王志志 给外线杜丰 一个三分球距离也非常的远 好球 自投自补 这种球应该不会转身拿着球直接反手上来 这样可能更快 由于篮板球的劣势和失误过多 中国队以45比49落后4分 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好球 这边是刘伟 这时候呢外线创造一些机会 可以为姚明分担一些压力 好像又开始对方全速冲击了 下半场比赛一开始 赛内加尔队可再次利用中国队注意力不集中 通过快攻连连得分 并再次将比分拉大到8分 高位的两个大个双掩护 刘伟再突破 给 再给姚明 非常漂亮的下动作 对 关键时刻 又是姚明站了出来 他通过罚球和强攻篮下 连续得分 中方宇这边 三分九 篮本球 护着队友 非常漂亮一次盖帽 这种对姚明的挑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大致接球假动作 照正没有成 再给姚明 姚明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 在这次后场盖帽 前场得分的优异表现后 中国队终于顽强地追平了比分 此后 两队的比分交替上升 对方的12号萨瓦尼 就是姚明做侧应 刘伟三分九 好球 对 非常轻松地配合 对方的三角打得很轻松 还有十秒钟的时间 黄志志出来做掩护 球给到内线手里 姚明 造犯规 还有四秒钟 在姚明的带领下 已经打出气势的中国队 以71比68 领先结束第三阶 好球 这一次一键连把这个球封下来 防守非常的成功 虽然赛内加尔队在第四阶一开始 就投中三分 将比分搬平 但是姚明很快就在篮下还以颜色 帮助中国队保持领先 球没有投进 姚明拿到球 好球 直接把球收在怀中 由于双方球员体力开始下降 比赛进入焦灼状态 对方这是巴迪安尼 在分到外线 黄志志在给他姚明手里 黄志鹏 好球又一个三分 在比赛还有三分钟结束时 王世鹏 连续投中两个三分球 为中国队将分差 扩大为10分 由于大比分领先 为了保存体力 准备下一场 对阵斯洛文雅的生死战 姚明被换下场休息 中场前一分钟 王志志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场下兴奋的姚明 也通过这样的怒吼 将之前失利的不快 一抹而去 做三下 那么还是两个大个儿 在高位做掩护 打志又一次三分出手 交又进了 就围了王志志 王志志又抢一个后场篮板 还有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中国队整整一百分 结束了和队塞内加尔的比赛 最终 中国队以一百 以八十三的巨大优势 战胜了非洲亚军塞内加尔队 成功赢得了小组出现路上的 第一场胜利 接下来的结果 相信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在对阵斯洛文雅的比赛中 中国队凭借王世鹏的压兆三分 绝处逢生成功出现 通过这次南篮世锦赛的比赛 姚明确立了自己在国家队中绝对核心的地位 相信 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南篮一定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取得新的突破 从2000年到2006年 四场比赛看下来 相信你已经看到了中国南篮的进步 我们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在今后的比赛中 能够为球迷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 欢迎大家写信或者是直接登陆 央视国际网站体育在线的博客和我们进行交流 也欢迎大家下载阅读体育在线的精美视频互动杂志 幸运的您将有机会获得中国体育明星 清笔签名的珍贵照片和由清华同邦提供的电子产品 apuriцg 天与框长到锁响 多少宿足中昏迈孤他向 和西白思寶驾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